这个大棚是我们用蚯蚓粪装到这个种植袋里面 直接进行种植的一个大棚啊 在这个基地我们目前是 中共是种了是三个大棚 将近九亩地 这个大棚实际面积是三亩多一点点 三亩零二分地好像是 然后共计用的是三千个种植袋 栽种是六千颗番茄苗 那就是一个袋子栽两颗番茄 三千个袋子成本的情况下 是一个袋子是八毛钱 那就是两千多块钱 然后蚯蚓粪我们总计是用了三十吨 一吨蚓粪是一百六 寒云费 所以说呢 如果我们有些朋友准备做着无土栽培 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机制的情况下 实际上蚯蚓粪是一个比较适合 比较实用的一个栽培机制 因为蚯蚓粪它不仅仅是一种机制 同时呢它还是一种肥料 有机肥 因为蚯蚓粪里面含有有机制能达到40% 另外呢 蛋铃甲中微量元素能占到4%左右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因为蚯蚓粪里面很多的有益菌比较多 还有一些 好比是酶类的 生物刺激素类的 特别是蚯蚓粪里面的生物刺激素 它的你看含量很低 但是它的活性要比人工合成的活性高几百倍 所以说呢你看前天下午栽它苗 今天我看有一颗苗啊 工人没有栽进去 我就拿开一看 就挨着抽取粪的地方呢 白根呢已经长了这么长了 就是一天多两天时间 白根就长这么长了 没有使用任何的生根剂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因为蚯蚓粪里面含有很多酶 生物刺激素 在里面去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所以说呢 有些朋友在做蚯蚓粪里面的时候 我一般情况下 最多的就是推荐用秋蚓粪 成本又非常非常低 效果呢 又是目前我了解的极致当中又是最高的